邓超孙丽可以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了 前段时间工作室晒出了一家四口去迪士尼游玩的照片 邓超一把将孙丽抱起来来了个公主抱 夫妻俩可以说是恩爱十足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张一起等待烟花的照片 一家四口要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而最近孙丽又晒出了一张邓超为自己做面条的照片 邓超还在评论区调侃起了孙丽 两人以一句我一句的互相拌嘴 粉丝们也是被两人的互动秀了一脸啊 不过话说回来两人的相处模式一直都是如此 可以称得上是一对欢喜冤家了 粉丝们也是见怪不怪 要知道别的夫妻相处都是你浓我浓 而孙丽和邓超却是彼此互坑 记得孙丽有一次可是要毒害邓超啊 在大冬天的晚上邓超还在外面拍戏 孙丽心疼邓超特地去探班 怕邓超感冒让他多喝点姜汤 本来喝姜汤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在邓超关心孙丽 让孙丽也喝点姜汤的时候 孙丽却是推脱不喝姜汤 给出的原因可以说是惊呆了邓超 邓超直呼这是要毒害我啊 天都没喝水 你几年级啊 你还没上学呢 网友们调侃到怪不得孙丽娘娘最后能成为皇后呢 真是让人笑不活了 而之后邓超在参加快乐大本营时 提起此事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邓超在节目中恶狠狠地表示 要不是自己把这件事情忘了 孙丽就遭殃了 说的有模有样的 真是被邓超这奇怪的胜负欲逗笑了 不仅如此 两人在参加综艺的时候也是互相折磨 有一期孙丽去参加跑男和邓超成为了对手 本以为邓超会连下心语对孙丽放水 结果确实对孙丽毫不留情啊 在撕名牌的时候 直接朝孙丽扑过去 势必要撕掉名牌 结果邓超完全是小看了孙丽 娘娘也是毫不留情 朝着邓超吓死手 看着邓超痛苦的表情 真是让人笑不活了 不得不说 娘娘下手是真的很 不过话说回来 两人虽然平常都是互对模式 但是两人的感情确实非常的好 时不时的也会在公共场合秀恩爱 而邓超对于孙丽更是宠爱有加 当众在节目中向孙丽索吻 弄得孙丽是一脸害羞 在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 也没有忘记孙丽 当着大家的面向孙丽公然施爱 不得不说 邓超真的是非常的宠娘娘了 还记得之前 孙丽给邓超的电影客串 有一次大家拍戏都拍到了很晚 孙丽看时间太晚了 就想着早点结束休息 就直接把邓超叫了过来 说不远了 开始的时候邓超还凶孙丽 说不远了怎么办 结果孙丽却是直接上去踢了一脚 邓超一下子就改变了想法 我不想一样 我们这么大一步 到底要怎么 找到看找这儿了 我走了 我走了 辛苦了 看着邓超让大家解散的样子 不得不说 还是孙丽能治住邓超啊 话说回来 想必这也不单单是为了孙丽吧 恐怕也是觉得 大家太辛苦了 需要休息 不过可以看出 邓超是有多成孙丽了 简直是让网友们羡慕死了 孙丽这几年可以说是很少演戏了 参加的综艺也是少之又少 因此已经很少再看到两人同台互动了 不过这完全不影响大家可CP 因为孙丽时不时的就会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一些两人的日常互动 微博也成了两人宿恩爱的地方 而两人的日常互动 可是要比节目中的互动甜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